古晋警方多单位联手于前晚展开扫荡马路流氓行动,由古晋警方公共秩序及交通组主任阿米西战副警监率队,在配合各地区警署、速读组、刑事组和寺院警员等所展开。 5个小时的取缔行动中,警方共检查逾100辆交通工具,发出59张罚单给触犯交通规则的民众,并扣查7辆涉嫌非法改装的电单车。 此外,在扫荡马路流氓行动中,警方也逮捕4名尿液对毒品测试呈阳性反应的男子,怀疑他们之前曾服用违禁药物。